疯子我才会娶你 你 你说什么 就你这模样 还敢瞧不上我 难道我配不上你 没错 你动手打人像市井无赖 吹胡子瞪眼 野蛮粗鲁 我告诉你 你开口说话言不起义 然后说你草包还抬举了你 你不学无数 你 有你这样跟你孩子说话的吗 你说话也太损了吧 你也不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 竟敢胡言乱语 太猖狂了吧 你也没照着镜子 有影像的女孩子吗 有 我就是 物以类聚 我不惊讶 你 我 大 大凤 大凤 姓黄的 你 你 你气死我了 你给我在这儿等着 不许走 老姐 太好了 一门客户 孟夫人 孟将军 你们的好意我心灵了 请你们另外再找一个不怕死的做你们的女婿 对不起 我告诉你 等等 等等 我们就认准你了 就让你做我们的姑爷 对 做我们的女婿 对 做女婿 怎么会这样子呢 难道我还不够倒霉吗 我的恶运这就开始了吗 小姐 我仔细想了想 其实黄马卦这个人还可以 那你嫁给他 我们两个不是约定好的吗 你先嫁了人 才能轮到我 再说了 夫人和老爷 都挺欣赏黄马卦的 百孝顺为贤 要不你就同意了吧 做梦 看来我跟你这个老姑娘 是要当到底了 今天只是这个酥茶淡饭 咱们随便吃一点 这绍兴黄酒是你们家乡特产 你要多喝一点 来 干 孟将军 我真的不会喝酒 读书之人 哪有不会喝酒的 你看啊 唐代那些文人 个个都能喝 一喝醉了酒 就能做出好事来 是啊是啊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还 对 说得最好 对对对对 来来来 来来喝 喝杯 干 听说你们读书人聚在一起 先饮酒后饮食 先饮酒后饮食 我让下人准备好了笔墨 拿上来 是 夫人 你今天就放开这样的喝吧 来来来 倒上来 倒上来 我真的 真的不行 倒了 江峰将军 这哪是让我饮食啊 肯定是让我酒后食言 胡乱答应签下婚约书 来 来来来 喝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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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小姐 你要是真不喜欢那个黄马卦 我就去和夫人说 把她送回客栈 随你的便 那我可走了 我真的走了 这孩子怎么是毛手毛脚的 夫人 娘 去吧 娘 你来了 女儿 听你爹说 他搞事搞得不错 在所有的近视里面名列第一 就是电视不会说话 惹怒了皇上 皇上一怒之下 封他个二邦邦眼 要不心科状言 那就是他的了 活该 女儿 你别动气 天强跟你说几句 就是这个人吧 乍一看 长得真一般了点 小眼睛 可他一肚子学问呢 出口成章 就连他皇上都赞美他 这他才子继小兰 都敬佩他 哎呀 你说咱们家 祖祖辈辈都是练舞的 你说你再找个练舞的 这找梦家 可舞到一块去了 这整天呢 棍啊 枪啊 炮啊 让你看着眼晕 那一旦打失手了 那破了线 娘不担心嘛 你说一个姑娘家 整天弄刀弄枪了 你说你平时 弹弹琴啊 演艺师啊 多斯文呢 女儿 将来你嫁给他 黄马褂啊 好好跟他学读点书 那多有文化呀 娘 要不然 我嫁给书吧 书本身就是学问啊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呀 好歹那黄马褂 也是个大活人呢 满腹经纶 那哪能跟书比呢 你还真是的 孟俊们 臣在 带兵打仗你挺行的 这么点小事 就是自己的女儿 都搞不定 要不要朕 下旨赐婚呢 不不不 臣无能 臣一定搞定 日子不多了 拔紧呢 这 老爷 老爷 情况有转机了 教就答应了 让我说火心了 有点松口了 好好好 黄马褂那边 他不好说话 咋办呢 没关系 我们抓紧 先解决女儿这里 待会儿再解决她的问题 走 走 哎呀 娇娇 你倒是说话呀 你是变成龙子 还是哑巴了 爹 你吹胡子瞪眼呢 干什么 这怎么说呀 哎呀 老爷 小姐本来是想告诉您 她喜欢那个倒霉蛋的 嗯 让您这一下呀 他把话又咽回去了 哎 老爷 我看是个大喜事 咱女儿终于喜欢上人了 那呀 还要看人家 喜不喜欢咱们的娇娇 你这傻话说的 我女儿哪配不上她呀 看我女儿长得 倒比俩大眼睛 摔眼皮 长得多俊呢 会舞刀弄枪 那三五个男人 才进不了身 正好能保护那个文弱书生 他俩呀 一文一武 要我说是天生的一对 好了好了 你告诉爹 你喜欢黄马褂什么呀 要是黄手问起来 爹 也好有个交代呀 他好欺负啊 他是个书生 他文我武 他永远都打不过我 好欺负 这倒是最好的理由 你回去告诉娇娇 让他想好了 这个黄马褂 虽然不是天之娇子 但是他能言善辩 满肚子歪主意 虽然动刀动枪 不是娇娇的对手 但是随便说几句话 就能把人噎死 是 臣一定把皇上的 关爱之情带给娇娇 你去跟娇娇说 就说 朕 很不喜欢黄马褂 所以别指望他将来能 入阁败相 就是一官半职 也不可能 是 娇娇是吃了秤妥铁了心了 就是黄马褂严解讨饭 娇娇也是心甘情愿 夫唱覆随 当个讨饭婆 真是女大不中流 留久了要结仇啊 娇娇 今年有二十五六岁了吧 二十五了 都连了三回桩了 是啊 再不嫁出去 都成老姑娘了 对对对 不管怎么说 这个黄马褂也算是个男人 有点学问的男人 就废无利用吧 你检查一下 看看 有没有拉下什么东西 没错 就这些东西 您欠客栈的房欠 十四两银子 小姐都替您结了 您呀 就安心地在这住着吧 姑爷 你叫我什么 姑爷呀 姑姑爷 看吧 您高兴得这个样 我得赶快告诉我们家小姐去 老爷 这 怎么回事啊这是 怎么回事 大方怎么突然叫我姑爷 当初啊 别人叫我姑爷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不习惯 等到后来你猜怎么着 没人叫我姑爷的时候 我浑身上下都会不自在 岳父大人 我是经验之谈 进宫参考 你太无礼了 你上的有权有势逼婚于我 恕我不能答应 如果皇上同意这件婚事 也叫逼婚吗 这多好看 先给女孩要 小姐 小姐 王夫夫人 小姐 都办好了 刚才叫了皇马挂一声姑爷 把她给高兴坏了 接下来 可就干你的了 皇上都答应的事情 她敢不答应 那 要是她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五花大榜 逼她拜堂进洞房 那多没劲呢 她要是不肯的话 我就三串两脚 把她踢倒那枪根底下去 小姐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你要是再嫁不出去的话 明年我可就二十岁了 要连第一状了 以后你啥事 你可别跟谄恨 行的你啊 你也别说大缝了 她也是为了我好 我明年 要是再嫁不出去的话 全北京城的人 都要笑掉大牙 以后你还怎么做人呢 你心里还明白呀 明白你就听娘的 娘都是过来的人了 我是过来之人 听我的准 没错 我的好贤虚 先别叫我贤虚 我还没答应呢 不 我根本不会答应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我也会用军法来承办你 我是文邦言 不是武邦言 你不能这样对我 有一句话 你听说过吗 修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更何况你现在遇到的是魏将军 将军府虽不是敌钱 但也差不了多少 是可杀不可辱 你杀了我吧 真是气死我了 这个黄马卦 太可恶了 小姐 我看那个黄马卦是真不喜欢你 你要这种男人干嘛 还不如放他走 你再找何事的 不行 你算命的都说了 我和他是夫妻脸 夫妻命 没有更配的了 那算命先的的话能听吗 你让他给自己算算 他为什么当个穷算命的 可是 可是他 可是啥呀 老爷夫人 对 当初爹不是也不同意娶娘吗 后来是娘设计 把爹骗到手的 现在你们不是也过得挺幸福吗 这怎么说 我跟你爹呀 那故事是编的 真一半假一半 我俩把脚青梅竹马 你爹他中了五毛眼之前呢 我就 就何花园私定终身了 对不对 就你聪明 那你还不让说啥呀 咱俩就是在何花园吗 你看你 你看你跟孩子们说起什么呀 说得对 大风 就在后花园 我俩私定终身 在这之前呢 我爹想把我嫁给别人 我就没干 我就用强你爹的办法 我俩顺利完婚了 小姐 明白了吧 从前不跟你讲啊 是怕你学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我跟黄马卦 也在后花园私定终身 那怎么成啊 那可不行 那传出去多难听啊 哎呀 爹娘 我跟我马卦又不是青梅竹马 他根本就不可能跟我去灌后花园 更别提什么私定终身了 小姐 スip 小姐 库 打扬